上帝总是在我们自觉一无所有的情境中 下达一个惊天动地 绝无可能完成的不合理命令 这个命令正是福事的开始 而福事正是一个神机的展开 朋友你好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我想和朋友介绍两本书 他是林志平 同时有个副标题是 追念一位自称傻瓜的智者 其实听这个书名就知道 这个书的主角 他已经回到天家了 林志平在世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多面向的一个人 他是大学的教授 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 他是我所服务的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总干事 董事长 同时他也是很多社服单位的董事长负责人 在他离世之后呢 很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就写一些追思的文章 追念他 我们特别就把这些追念的文章编成了这本书 而所以要编这个追念的文章 很重要的一点是 林志平先任他在世的时候 他是民国27年出生的 经过颠沛流离的这个年代 在台湾受完教育 之后信主 而他接受了基督信仰之后 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在过程里面 他发现了文字工作的重要 你知道吗 所有的媒体里面 真的是只有文字能够突破时空的 所以在他一生当中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从事文字工作 也推广文字工作 因此在他离世之后 我们就觉得 实在是要应该把追念他的这些文章 也编成这样的一本书 成为文字 或许在若干年后 有人要追念这个人的时候 或者要去研究这样的一个人 具有多种角色的一个人 在这个时代里面 他所做的贡献是什么的时候 这些的文字都可以成为研究的蛛丝马迹 譬如说在他的家人的篇章里面 可以看到他儿子描写他 这个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爸爸 所以他说这个爸爸从来没有教过他什么 可是事实上 后来他发现他所有的一切 他对于生命的看法 他的一种的执着 其实全部来自他爸爸 他的女儿也描写了他在家里的生活状况 很难想象 在外面那么忙的一个人 回到家里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晚上吃饭 他是要负责摆桌子碗筷的 他可能也是要负责洗碗筷的 很多的爸爸在外面非常的忙 回到家里面可能就只想坐下来就吃 坐下来就喝 可是林志平也是我们口里的林哥 他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寻常的一般的男人 要负担家务的一个男人 同时他对孩子呢 也有他的一些呵护陪伴的方法 譬如说在有一篇文章里面 何美亦就提到 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住到林哥家 就住的那天晚上 林哥很晚都还没回家 可是两个孩子呢 又很兴奋的要等爸爸回家 因为那天他的儿子得了个奖 是一个这个羽毛球拍 那林哥好不容易回来 都已经大概九点十点了 两个孩子兴奋的不得了 说哎呀得了个奖啊 羽毛球拍 林哥二话不说 哇真的这么棒 走我们下去打羽毛球 这是林哥 那当然在他其他方面 众所周知的啊 不管是讲道 不管是教学 不管是推展任何的运动 或者是推广任何的慈善的活动等等 那我都不必多言 书里面也有各种各式的一些的记载 我觉得很值得提的是 林哥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推广所谓的全人观念和全人教育 觉得这个观念好像 哦就是四个字就过了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 它带出的影响极大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现在台湾大概所有的学校都用这个词 要发展全人教育 甚至远及中国大陆 而这个火苗是谁点的呢 是他 他是林志平 所以叫他是林志平这个书名 也有原因的 因为在整理出来之后一发现 他实在太多面了 那么要定一个书名 好难好难 之后就想到不如就定 他是林志平 因为他就是上帝所造的那一个 独特唯一的 没有人跟他一样 最特别的那一位林志平 也因为他是林志平 上帝用了他 成就很多的事情 活在很多人的脑海中 成就了他的一种典范人生 珍珠语露呢 所有的内容就是林志平 他在生前所写的文字 从他的文字当中所摘录出来的 我们粗算 他一辈子当中所写的文字 大概不低于七八百万字 这个数字很惊人 七八百万字 他所倡导的理念 他的一些的看法 一些的观点 如果整理出来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很解明的片段文字 就可以表达出来的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 也希望他的这些 非常精湛的观点 能够更广传出去 我们才变了这个珍珠语露 珍珠怎么形成的呢 哦 沙子进到棒壳 棒壳要很辛苦哦 然后孕育出来的 我们觉得这些的文字 其实也很像是 林志平 林教授生命当中 用他的生命所孕育出来的 一颗一颗的珍珠 当然每一颗都非常的 尽莹美丽咯 而我们呢 可以借着这些的珍珠 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到 这些珍珠 带给我们的一些收获 我真的觉得这本书 非常的适合 放在大家的桌上 随时的翻阅 同时我也觉得 它非常的适合 成为你 致赠别人的一个礼物 非常好 我随便随便翻 上帝总是在我们自觉 一无所有的情境中 下达一个惊天动地 绝无可能完成的 不合理命令 这个命令 正是服事的开始 而服事 正是一个神机的展开 我想也有很多朋友 是在服事的人 这句话说得多么的好 我认为在林志平 林教授的生命当中 就是因为他忠心地 服从上帝的命令 因此上帝借着他的生命 展开了一连串的神迹 现在他已经回到天家 但是他所走过的路 留下的一些的痕迹 留下的一些动人的珍珠 就等着我们去挖掘 等着我们去领受 我很喜欢一句话 是王建轩先生所说的 他说击鼓的人 永远不知道 自己的鼓声 可以传多远 我认为林志平教授 也是一个击鼓的人 不管是在教育 不管是在传道 不管是在学术研究 等等等等 他都是一个击鼓的人 他自己真的不知道 这个鼓声急了多远 可是希望借着这两本书 让这些鼓声 可以传到我们的心中 也期望借着我们 再把鼓声传递出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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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